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手上的智慧线 每个人手上都有智慧线的存在 有的人长,有的人短 在民间老一辈都说 可以从智慧线看出小孩是不是聪明 但是呢,其实智慧线可以看出人的财运 那么一起来看一下智慧线有没有分支 没有分支的人到底财运好不好 如果说智慧线上没有分支 那么这个人财运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这类人是有这种发横财的机会 从手向角度来讲 发横财的人手上智慧线是没有分支的 有人聪明的头脑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可以想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并且能够巧妙的把眼前的困难 化为过去 那么这是他们这个生活 一路是畅通无阻 在迎接更好的未来的时候 会有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 落到他们面前的 这笔财富是他们命中注定会发生的 所以说智慧线上没有分支是最好的 那么不同的智慧线 我们看如果是有很多分支的人 很多支线的人 暗示着会遭受突如其来的病灾 或者是一些头脑的疾病 所以说平常要提高警觉 第二个呢 智慧线的末端有一条平行线 主对事物的看法比较悲观 并且有双重性格 就是说有一点点带双重智慧线 并且平行线往下垂的话 更容易突出这一点 智慧线有很多条 这个横线 横线切断的话 主心绪 烦躁不安 神经质 容易受到一些精神上的打击 如果智慧线断绪又破裂 这个主低能 缺乏思考能力 没有主见 不讲究信誉 智慧线以点线连成的人 就是说他断断续续的 有一点又断掉 有一条短线这样的 断断续续的是主消极 懦弱 缺乏智能 那么智慧线明显中断的人 主中年会遭受一些病变 明显中断的人 以至于死亡 甚至会达到死亡的程度 那么智慧线的末端 有数条平行线 比如说有很多条分支线 有很多条分支线 或者是平行线 这样的 会心细多虑 缺乏协调性 具有忧愁的性格 这是智慧线的一些 分支和没有分支的一些特点 像这个就 早期智慧线 早期有很多杂乱的智慧线 那么这个就 主早年学业受影响 并且呢 它智慧线 在尾端并没有分支 所以说在成年之后 它的这个 这个运势还是比较通畅的 它这个事业线长得非常的好 好了 有关这个首先内容就分享的 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